據北韓國營媒體,星期五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主持了一個用於新型武器的高推力固體推進劑發動機的成功試驗。 據北韓朝鮮中央通訊社的照片顯示,北韓西部的西海衛星發射站一個水平發動機試驗台升起了白煙,金正恩手拿著香煙面帶笑容。 據北韓國營朝鮮之聲的英文報導說,這次還要試驗為另一個新型戰略武器系統的發展,提供牢固的科學和技術保證。 這篇報導說,金正恩期待另一個新型戰略武器在最短時間內出現,但並沒有提供長期。 分析人士認為,這次試驗可能與北韓發展固體燃料推動的洲際彈道導彈有關。 北韓已擁有並且試射多枚液體燃料推動的洲際彈道導彈,有可能能打到美國。 金正恩2021年1月宣布計劃發展固體燃料推動的洲際彈道導彈, 這種導彈更容易運輸、發射準備時間更短。 這是一個更長的戰略武器願望清單的一部份,包括高超音速導彈和攜帶多枚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 北韓在很多系統的發展上取得快速進步,但並沒有試射一枚固體燃料推動的洲際彈道導彈。 北韓今年發射了63枚彈道導彈,破紀錄,包括幾枚遠程導彈。 美國幾個月以來說,北韓仍為2006年以來的第七次核試驗作最後階段的準備。